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用效率比较高 第四类是锯齿形螺纹 锯齿形螺纹它的特点是两侧的牙型侧角不一样 瘦立面的牙型侧角是3度 非瘦立面的牙型侧角是30度 那么它的特点也是适合于比较 用于比较重载和下的传递动力 第五类就是圆柱管螺纹 圆柱管螺纹主要用于连接 第六类是圆柱管螺纹 这个气密啊 气密的这个螺纹的连接 像上堂课我们举了例子的 像这个暖气 它这都是管螺纹 这是第一部分内容 这介绍了六类螺纹 同时呢我们还介绍了四类连接类型 同时同学们也做了大作业 做了大作业 第一类呢就是螺栓连接 大家回忆回大作业 同学们做过大作业 那么螺栓连接呢包括 普通螺栓连接和角质孔螺栓连接 普通螺栓连接是靠摩擦力 传递动力 角质孔的连接是靠 螺杆的受剪和侧面受挤压 来传递动力 那么我们讲的第二类呢 连接类型是螺钉连接 螺钉连接呢它是 一个当一个件比较厚 一个件比较薄的时候用螺钉连接 这是第二类连接 第三类是双头螺柱 双头螺柱就是 当一个件比较厚 一个件比较薄 同时呢 又不经常拆卸 又需要经常拆卸 需要经常拆卸的时候 那么用这种双头螺柱 这是第三 第四类是锦定螺钉 锦定螺钉 锦定螺钉就是一个轴上的一个零件 做一个固定 传递一定的扭矩 这么四类连接 同时呢我们还介绍了 螺纹连接的预紧 预紧和防松 那么预紧呢就是计算了这个拧紧力锯 如何控制拧紧力锯 有定力锯扳手 撤力锯扳手 这个都是上堂课讲过的内容 同时我们讲了几种连接方式 防松方式 那么这些防松方式呢 重点介绍了摩擦防松 双螺柱方松的原理 给同学们做了重点介绍 那么这堂课呢我们介绍 螺纹连接的第二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呢是结合上部分内容来进行的 那这部分内容呢主要是讲螺栓主的设计 后边呢还要讲螺纹连接的强度计算 那么应该说 就为螺纹连接螺栓 它是一般来讲它都是成主使用的 单个使用的时候比较少 多数情况下都是成主使用 我这里带了一个 减速器 这是一个模型 那么在这个减速器上 就有很多很多这个螺栓连接 各类螺栓连接 那么从这个螺栓连接呢也能看出来 它这个很多连接都是成主使用的 比如说它的底座 它这个底座和底板之间的这个连接 就是通过几个螺栓连接 它这个轴承断盖和集体之间的连接 就是通过螺钉连接 是吧 所以在这个减速器上有各种连接形式 但是从这也能看出来 它都是成主设计的 所以它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成主设计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 学习螺栓连接的时候呢 要学习螺栓连接的设计 是吧 那它的设计呢 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内容是它的结构设计 一部分内容呢 是强度设计 这个结构设计 这些同学们一定要脑袋里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螺栓连接 它的结构设计 不是设计螺栓 而是设计连接 这个概念要清楚 连接它是一个系 它不是一个零件 是吧 它是设计一个连接 而螺栓呢 上堂课我们讲了 它已经是标准件 所以它是按照 我们设计的要求的同学们去选去 这是通常 普通的设计是这样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有些时候也可以搞非标准设计 非标准设计有的时候也有 但是那是在特殊情况下 所以呢 进行螺栓连接设计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看它的结构设计 那么在结构设计呢 里边呢 有这样几个 它的目的吧 它的目的是 确定结合面的几何形状 和螺栓的布置 确定它的形状和它的布置 但它的形状呢 就是像这个呢 把它设计成圆形 设计成圆形 那么这个设计成这个方形 而且都是几何对称布置 同学们看啊 看这两个图 那这两个图你能看出来 有什么区别吗 都是一个圆布置了六个螺栓 那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 同学们看出来了 这儿多了一个圆 这儿呢 没有圆 那这个呢 就是 后面我们要给同学们介绍 它的结构设计要求的时候 要介绍到 它呢 这个呢 是为了减小加工面 从尺寸上来看 它们俩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这一圈是高处一块 中间的是挖下去 那整个这个面是一样的 那么 如果从设计合理 笼统地讲设计合理不合理 那这个可能更合理 这个不合理 这是笼统地讲 但是要具体分析 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有些时候呢 可能从它的结构设计要求 它设计 是要设计一个整个的平面 那么这个呢 中间挖下去一块 这是它的这个设计的一个要求 这个目的 然后我们再看设计要求 设计要求呢 要求呢 它第一个就是结构面 应该设计成轴对称的几何形状 几何形状 螺栓的行心 这些螺栓组的这个对称中心 要和结构面的行心重合 就是对称的 对称布纸 像这个都是这样 这个螺栓对称布纸 斜的也是对称的 这样都是对称的 对称布纸 这样的话呢 就是加工起来容易 无论是束控机床加工也好 还是人工啊 画线加工也好 这样呢 加工起来方便 第二个要求呢 应使螺栓的布纸应使各螺栓的受力合理 受力合理 那这个呢 主要是从螺栓连接它的受力来看 当螺栓连接整个螺栓连接 它受扭矩的时候 像这个整个螺栓连接 如果它整个都受一个扭矩作用的话 那么希望呢 这个螺栓的布纸呢 离行心远一点 离行心远一点 那么这个图上看呢 就是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个是合理的 离行心远一点合理 为什么离行心远一点合理呢 同学们学力学的时候 学到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力矩 因为它是承受一个扭矩的 力矩等于力乘上半径 是吧 力乘上半径 就是力乘上力壁 力乘上力壁 那如果从受力角度来看 离行心越远力壁越大 如果对这个螺栓施加的预解力都相等的话 那么离行心越远 它产生的力矩越大 那产生的力矩越大 它就抵抗外力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这样的话呢 布纸的时候呢 应该使螺栓尽量远离行心 这是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呢 在进行螺栓连接设计的时候 要留出足够的扳手空间 足够的扳手空间 像这样的几个例子 就是像这个例子 一个上下箱体中间用螺栓连接 那么要求螺栓的中心线到箱体的外壁有一个尺寸 叫C1 然后中心线到外端面有一个尺寸叫C2 是吧 有这样两个要求 为什么要求 有这样两个要求呢 主要考虑螺栓需要拧紧 拧紧的话需要扳手空间 就这个扳手要在这里能旋转60度 它要能旋转60度 足够的这个空间 因为扳手它本身它有个尺寸 是吧 像我带来的这个模型 就有这样的问题 像这个轴承旁连接这个螺栓 在设计的时候 要离箱体有一定的距离 保证它有足够的扳手空间 第四个呢 要求就尽量取偶树 尽量取偶树 偶树呢 是便于加工的时候化线和分度 便于加工的时候化线和分度 尽量取偶树 如果形状呢是对称型的 尽量取偶树和对称布置 这是对它的一些基本要求 所以在进行结构设计的时候 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进行设计 那么在进行螺栓树设计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方面 刚才我讲的 一方面是结构 另外一方面是它的强度 谈到强度就要谈到受力 同学们知道 学过材料理学 广义强度理论 或者广义的强度概念 是它的材料所受的应力 是力除以面积 它应该小于等于许用应力 是吧 它应该小于等于许用应力 那么在进行螺树连接设计的时候 首先我们也要 除了进行结构设计之外 我们要对它进行强度设计 首先要了解它的受力情况 就是螺树它的受力情况 那么螺树受力情况呢 一会儿要给同学们讲 它除了它受外力之外 它自己内部还要产生一些力 这个你一会儿要给同学们讲 它的主要任务 进行螺树主受力分析 是找出受力最大的螺树的载荷 在这一组螺树里面 可能每个螺树 如果我们根据它的结构不同 根据它的连接类型不同 可能这一组螺树 每一个螺树 它的受力情况是不一样的 也可能是一样的 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当受力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这组螺树在设计的时候 要设计成尺寸一样 不可能说因为这个螺树受力大点 它尺寸大点 它的受力小点 尺寸小点 不可能这样 应该设计成这一组螺树 尺寸都一样 但是一样的话呢 我们要考虑受力最大的它的强度 如果受力最大的螺树 它的强度满足使用要求了 那么其他的也就都可以满足了 所以我们要找出受力最大螺树的窄核 那么在进行受力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先做一些假定 然后具体问题 我们再做具体分析 假定被连接件啊 是钢体或者是弹性 有些时候把它为了分析方便 为了简化这种计算 那么有的时候设计成把它假设成弹性 有的时候假设成刚性 另外呢各螺树的刚度和预解力都要相同 另外呢就是螺树的应变在弹性范围内 不能把这螺树呢 使劲使劲拧成硕性变形 这是不可以的 一般是在弹性范围内 来分析它的使用 下面呢就分成几种情况 来分析螺树所受的外力 螺树所受的外力 首先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叫受轴向窄合的螺树主连接 受轴向窄合呢是指整个螺树连接 被连接件它所受的窄合 像这个啊 像这个 就是被连接件所受的窄合 和连接件所受的窄合 它是不一样的 螺树连接一般来讲呢 它呢拧紧之后有个预紧力 一般来说螺树呢 它自己呢 就是受 拧紧的时候受个拧紧力矩 和一个预紧力 受一个拉 受一个剑 这是螺树连接至深 那对于被连接件 我们现在讲的那是 因为我们是螺树主设计嘛 所以我们要研究被连接件 它的受力情况 同时被连接件施加给螺树的力 是个什么样的力 是吧 就是被连接件 它加到螺树上的力 是个什么样的力 然后螺树至深会产生什么样的力 是吧 所以有个 这是后边要讲的那种 首先我们看 螺树主 它被连接件受的力 和螺树主 它所承受的力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受轴向窄合 它的典型例子呢 就是气缸 气缸 气缸呢 现在咱们同学可能最知道的 日常生活当中最知道的 它是用在车上 这个 乘用车 或者这个 咱们老百姓讲叫轿车 现在这个车呢 绝大多数 还都是这种 汽油或者柴油发动机 那汽油柴油发动机 它的主要原理就是这种 活塞 活塞两岗 是吧 然后呢把这往复运动 变成一个回转运动 是吧 当然汽车现在呢 也有少量的电动车 这个是我们国家 或者全世界都在研究的 新型能源 清洁能源 用这种电动车 因为这种 汽油也好柴油也好 它有排放 对大气会产生污染 是吧 但是目前呢 还没有其他的这种 动力装置来代替 这个汽车发动机 汽油和柴油发动机 那么这个气缸呢 我们是 实际上气缸呢 在汽车里面呢 它是一组 有三缸的 四缸的 六缸的 是吧 有这个八缸 是吧 那个都是那些 那些原理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是 以一个缸为例 来这个 单缸的也有 单缸发动机 它受力情况呢 就是当 这个枪体里面 充满了 喷进去 雾化了的汽油 然后点火 点火之后呢 爆炸 爆炸之后 产生很大的推力 推动活塞 推动活塞 运动 那么这个力呢 它是 揪变的 它是 反复的 是吧 这个力呢 那么我们假设 它的大小是FQ 假设它的大小是FQ 假定这个气缸 它有这个螺栓 有这个螺栓 一般咱们 然后平常说法是N个 N个 在我们这里讲 讲术语叫这个 这个螺栓 那么 这个力呢 它是由 这些螺栓 同时去承受 同时去承受 那么 这些每个螺栓 所承受的外力 就是 它的平均值 因为这个气缸 刚才我们讲了 它从形状设计来讲 设计从一个 对称的形状 是吧 所以它受的这个力量 它都是 方向是相同的 是吧 方向相同的 它就会对这个螺栓 产生一个 这样的一个 外拉力 会对螺栓 产生一个外拉力 那这个拉力呢 从这分析 它是作用着 气缸 受到这个力之后 那么 钢盖呢 会向上顶 钢盖有一个向上运动的趋势 那么钢盖这个力呢 就会拉 通过这个钢盖 通过这个垫片 传给这个 罗姆 罗姆就会有一个 向上顶的这样一个趋势 是吧 所以这是它 罗栓 所受的外力 但是这个不是罗栓所受的内力 是吧 刚才讲了 罗栓在工作之前 它需要预紧 它需要拧紧 是吧 那么那个力 那些问题我们后面讲 我们现在就是 先看罗栓所受到的一个外力 有个外力在邋遢 是吧 有个外力在邋遢 这个外力的大小 就是 这样来计算 被连接下受的力 分别由 这个罗栓 来承受 是吧 这是它的受力 第二种呢 我们看外窄合的形式 外窄合呢 是受横向窄合 刚才讲的是受轴向窄合 那么所谓轴向和横向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 就窄合的方向和螺栓的轴线 如果是一致的话 那么就叫轴向窄合 如果这窄合的方向和螺栓的轴线垂直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横向窄合 下面我们就研究横向窄合 受横向窄合 这里有一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有三个件要连接在一起 那这三个件呢 受到一个横向窄合 FR 就是需要有一个力 需要有一个邋遢 这么一个连接 那么需要用螺栓 把螺栓组把它连接在一起 然后我们看 这个使用的连接方式呢 受横向窄合的螺栓组 我们可以用普通螺栓连接 普通螺栓 就用螺栓连接吧 螺栓连接呢 咱们上堂课讲了嘛 分成两类嘛 一类叫普通螺栓连接 一类叫角质孔螺栓连接 是吧 两类 那么首先我们看 普通螺栓连接 它的连接时候的 每个螺栓的受力情况 普通螺栓连接 它的连接原理是这样 就是 在连接的时候呢 使 首先使 要把螺栓要拧紧 螺栓要拧紧 拧紧之后呢 这个螺栓就受到一个预紧力 受到一个预紧力F 是吧 收到一个预紧力F F一匹啊 预紧力F一匹 是吧 那么我们就要求到 目的啊 就是要求求出这个F一匹的大小 这个F一匹就是螺栓的受力 那么这种连接呢 上堂课我们也给同学们介绍过 它是呢 这个力 FR 是靠结合面的摩擦力 来抵抗这个力 是吧 两个面要产生足够的摩擦力 如果没有足够的摩擦力 就会滑开了 是吧 就会滑动了 那么这个摩擦力是怎么产生的呢 咱们同学啊 中学时候就学过了 是吧 摩擦力 FF吧 等于呢 摩擦系数 呈上一个正压力 那在我们这个理念 正压力呢 就是预紧力 摩擦系数呢 就是两个结合面的摩擦系数 它要承受这个FF 那么这个FF呢 去抵抗FR 是吧 去抵抗这个FR 那么根据这样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设置 是吧 就是FF F一撇 F一撇 乘上FR 这就是 F一撇乘FR 就是摩擦力 摩擦力呢 就这一项抵抗外力 FR 是吧 那么又多出来这几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摩擦力呢 是在这两个面上产生 这正压力的作用下 有两个面都会产生摩擦力 所以呢 要乘上一个M 如果是M个面的话 那就乘上一个M 如果是两个宝 一个面的话 那这个M等于1 像这个图呢 M等于几啊 M等于2 对 M应该等于2 应该两个面摩擦 是吧 然后看这个又多出来一个Z Z是什么呢 Z是螺栓的个数 是吧 那么每一个螺栓会产生 拧紧之后会产生一个摩擦力 那么这个螺栓也产生 这个摩擦力 是吧 那么这一侧呢 是由于预紧产生的摩擦力 它去平衡外力 那么在外力里边又有一个KF KF 为什么要有KF呢 这个你是考虑 因为它是 抗摩擦传动 它的连接可能不稳定 所以引入一个可靠性系数 引入一个可靠性系数 因为摩擦传动 有时候它的这个表面 我们设定的这个摩擦系数 一查表 大概等于多少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这个表面有油质 有什么的 有可能摩擦系数达不到 所以它就考虑一个摩擦不稳定 也就是一个可靠性系数 然后把这个式的变换 变成这个式的 就可以求出它的预紧力了 所以靠这个普通的螺栓连接 我们求出来摩擦 这个螺栓呢 它所受到的力 就是一个预紧力 那这个预紧力就是靠我们拧紧 产生这个预紧力 第二种呢 就是横向斩合的第二种连接 用角质孔 角质孔螺栓连接呢 它是不是靠这个摩擦面 之间的预紧力来连接 而是靠这个螺杆受剪切 和这个侧面受挤压 侧面受挤压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是吧 如果是这个先不考虑它的面的个数 那面的个数呢 等我们在后边进行螺栓 单个螺栓强度计算的时候 来考虑 那么每一个螺栓 每一个螺栓会产生一个减切力 在这会产生一个减切力 是吧 产生一个减切力 那么这个减切力呢 它去抵抗 抵抗外力 这是一个螺栓弯 如果是这个螺栓弯呢 就会产生这个减切力 来抵抗外力 所以螺栓所受的这个力 所受的这个力呢 就是如果是这个螺栓 就是由这个螺栓去承受它的这个减切力 所以这是角枝孔连结 受横向斩合的话 角枝孔连结 是这样来算 它所受到的这个横向力 所受到的这个横向力 就是这个螺栓它所承受的横向力 这是对于受横向斩合的两种情况 下面呢 我们介绍螺栓主连结 当这个螺栓主 他受旋转力矩的时候 他的螺栓的受力情况 就是假定这个螺栓主 他受到一个旋转力矩 受旋转力矩 那么受旋转力矩呢 经常像这个连周器 它是经常是受旋转力矩的 那么受旋转力矩 它的螺栓主连结也是有两种形式 一种叫普通螺栓连结 一种叫角枝孔螺栓连结 普通螺栓连结呢 它也是靠结合面的摩擦力 你看这个面 这个是底座和基础基座之间有个结合面 那么靠这个结合面的摩擦力 普通螺栓连结呢 因为从它的结构来看 它的螺栓的直径小于孔的直径 要拧紧 要产生足够的预紧力 所以这个预紧力就会产生足够的摩擦力 靠摩擦力来平衡外力矩 那么从这个例子来看 就是有八个螺栓 八个螺栓 每个螺栓呢 会拧紧之后产生一个预紧力 那么这里呢再强调一下 这八个螺栓 螺栓主啊 一组螺栓 除了尺寸一致之外 那么它的拧紧预紧力也应该一样 你不可能说设计的这个螺栓 预紧力大点那个螺栓 预紧力小点 不可能的 所以一组螺栓一般都要设计成一样 这个主要还是从工艺考虑 你在装配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这个拧紧点 那个拧成松点的 这是不可能的 都是应该拧成一样的 特别是现在这种机械化 用那种电动 电动的这种扳手 它那个原理就是定力矩扳手 电动扳手 然后用电动扳手 就像电钻一样 手电钻同学们见过 是吧 形状就像手电钻一样 是吧 然后呢它拧紧 拧到那个力矩之后 它就不转了 这个电钻再转 电机再转 但是那罗姆不转了 是吧 那种是定力矩扳 所以都要 这个预解力都要一样 预解力一样的话 拧紧力矩也一样 是吧 但是呢 同学们看从这图上看 就是预解力一样的话 产生的摩擦力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每一个点 每一个螺旋 它产生的抵抗力矩就不一样了 因为摩擦这个力矩呢 是力摩擦力 乘上了它到行星的距离 所以我们在这个 在进行这个设计的时候 首先的一个 假定的一个条件呢 就是受到外扭矩之后 这个螺旋 或者是这个被连接件 会有一个转动的趋势 会有一个转动的趋势 那这个转动呢 是扰行星转动 这个假定的同学们要注意 它是以行星 扰行星转动 做这个假定 那么外力矩 它可能驱使这个被连接件 扰行星转动 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就是靠这一组螺旋 它产生的 拧紧之后产生的摩擦力来抵抗 这个外力矩 那么从这个图上看呢 就是每一个摩擦力 对行星取力矩的话 都会产生一个抵抗力矩 但是呢 这个力矩大小是不一样的 摩擦力相等 预解力相等之后摩擦力相等 但是呢 这个力弊不相等 所以它的抵抗力矩就不一样 抵抗力矩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它进行分析呢 根据我们刚才分析的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平衡式 就是第一个螺旋 它产生的力矩 抵抗力矩 加上第二一直加到第这个 咱们假定是这个螺旋 因为咱们推导都是推导一个通用公式 一直到第这个螺旋 那么加在一起 它们产生的抵抗力矩的总和 应该等于外力矩T 应该等于外力矩T 但是这里边又多出一个系数来 这个系数就是可靠系数 可靠系数 刚才讲的 因为它是靠摩擦传动 靠摩擦来传递这个 靠摩擦来传递这个外力 所以呢 它呢 就会可能产生这种 结合面 接触不可靠 所以要呈上一个可靠系数 来抵抗这个 靠这个预解力产生的摩擦力 来抵抗外力矩 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在这个式子里刚才讲的 每一个螺旋 它所受到的预解力 都是相等的 所以呢 把这个式子一变换 这个预解力提出来 然后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很简单 同学们就是 这个数学一推导就出来了 求和 把这个半径求和 那么 从这个式子就可以计算出来 螺旋所受的预解力 那么根据螺旋所受的预解力 我们就可以设计螺旋了 是吧 就可以设计螺旋 这是这个当受到旋转力矩 旋转力矩作用的时候 它的第一种形式 用普通螺旋连接 第二种形式 用角质孔螺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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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质孔螺旋连接呢 它是不像咱们做普通螺旋连接 需要拧紧预解力 但是它也需要适当的拧紧 不考虑摩擦 不考虑表面的摩擦 它是需要适当的拧紧 那个拧紧目的是防松 那个拧紧目的是防松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被连接件 被连接件呢 它是这个转动的时候 会对这个螺旋产生一个减切作用 减切作用 在这里呢 我们假定的被连接件呢 是钢体不变形的 而假定螺旋是弹性体 那么从这个图上也能够看出来 当它这个转动的时候 被连接件有一个转动的趋势 转动的趋势 那它转动的趋势呢 因为它是钢体 离它远的地方 离它远的地方 产生的变形就大 是吧 离它近的地方 产生的变形就小 是吧 这个呢 同学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吧 离它越远的地方 产生的变形也大 如果有一个变动的趋势 它可能产生的变形是不一样的 那么由于产生的变形不一样 在螺旋里面 产生的这个抵抗力就不一样 是吧 那么离星星远的话 抵抗力 因为产生的变形大 它的抵抗力就大 离它的近的这个产生的变形小 所以它的抵抗力就小 那么经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试着 就是每一个螺栓它所产生的这个 减切力 它所产生的这个减切力 抵抗力 乘上这个螺栓到行星的距离 就是抵抗力距 那么把这个所有的螺栓中的所有的螺栓 产生的抵抗力距去平衡外力距 就得到这样一个试着 得到这样一个试着 就是每一个螺栓产生的抵抗力距去平衡外力距 那么根据刚才讲解的 同学们从这图上看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里边呢 就是 一四五八距离行星最远 那就是一四五八它可能产生的这种减切力最大 而二三六七产生的减切力小 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在设计一组螺栓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说这个设计 对螺栓直径不一样 受大力就设计大直径 受小力设计小直径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一般的按照受力比较大的那个力 来设计螺栓 来设计螺栓 所以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要求解出 要求解出受力最大的这个螺栓 它所受的力 它所受的力 那么根据这个式子来看 根据这个式子来看 这里边呢 这样一个等式 这里边呢 R1 R2 R3 这个R呢 我们可以通过结构设计知道 但是这个力 S1 S2 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而且这样一个式子里面 有这么多位置数 所以就用一个等式 是不能解的 无解 这个等式是无解的 那怎么办呢 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假定螺栓的变形是在弹性范围内 是吧 螺栓的变形是在弹性范围内的话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就是它的力除以它的距离 和第一个螺栓 它所受到的力除以距离 就是它的变形 刚度嘛 力除以半径嘛 那么就是 都是相等的 这些螺栓 它的力除以到行心之间的距离 这个比值都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式子之后 这就是有无数个等式了 它都是相等 每两个 每两两之间都是等式 这样的话呢 有了这个公式之后 这个就是有很多很多等式了 是吧 和它一连立 那这个公式就有解了 是吧 有解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这样一个式子 把这个式子变换一下 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刚才我们分析了 Fse 它是受力最大的 所以我们求出它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求出 最后得到通过这个式子 经过一个变换 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就可以求出来 Fse 受减力最大 那么这个就是螺栓所受的力 我们根据这个力就可以设计螺栓 就可以进行螺栓的设计 第三种情况呢 是被连接件受轻浮力矩 被连接件受轻浮力矩 像我拿这个减速器 这个减速器呢 它就非常有这种可能 因为呢 这个减速器是由电机带动的 电机转动的时候 会带着齿轮旋转 那么齿轮呢 会有一个反力矩 这个反力矩会作用在这个齿轮上 通过齿轮传到轴 传到整个箱体 是吧 那么这个如果这个螺栓主不固定的话 电机一转 有可能这个减速器就跟着转 就这样了 要旋转 旋转 所以这样就是产生一个轻浮力矩 就对这个减速器产生一个轻浮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去设计这个螺栓 如何去设计这个螺栓 那就是需要首先对它进行拧紧 是吧 把它和底板呢 直接用螺栓把它拧紧 那这种呢 螺栓连接呢 它就是既受预浸力 工作之前它要受预浸力 然后工作的时候 这个时候没工作 它就有预浸力了 然后工作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反转力矩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首先要求它的这个 预浸力是多少 要知道 是吧 然后呢 还要知道 它产生的这个翻转力矩 由于翻转力矩 会对这个螺栓产生一个拉力 翻转力矩的作用 这一车吧 会产生一个拉力 那这个外力又是多少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 那么在分析之前呢 我们先做一个假定 假定螺栓是弹性体 B连接件呢 有一定的弹性 它呢 扰轴线翻转 有扰轴线翻转的趋势 而且结合面 即使是有弹性变形 但是那结合面是平的 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变形 是吧 做这样进行几个假设 然后来分析 分析它的这个受力情况 这个螺栓呢 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翻转力矩 从这图上看 这是向下投影 是吧 向下投影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螺栓呢 这一车螺栓 工作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拉力 邋遢 那这车螺栓呢 就没有这个力了 是吧 所以我们讲 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 那这个螺栓时 它所收到的 翻转的时候 所收到的工作拉力最大 工作拉力最大 那这个拉力呢 至于这个9 工作的时候 是吧 它也收到一个拉力 那它的拉力就小 因为它会产生一个 一个一个 对它的产生这样一个 力矩 对中心的一个力矩 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些力 而对于八 第八个螺栓 在翻转的时候 它就 因为它在轴心线上 翻转轴心线上 所以呢 它不会产生这个 不会产生工作 工作的时候 对它的拉力 是吧 这个是第一个概念 但是 这一组螺栓 它都要受到一个预紧力 是吧 它都要受到一个预紧力 刚才讲了 一组螺栓它的预紧力 应该是相同的 一组螺栓它的尺寸 应该是相同的 是吧 在我拧紧的时候都拧成一样 是吧 所以工作之前 那么它们受力都一样 但是一工作的时候 受力就不一样了 就是十和一受力最大 是吧 受力最大 所以我们要求出十和一它的力 十和一它的力 那么我们也是根据力的平衡条件 在十这块会产生一个 有一个拉力 是吧 因为这个旋转 旋转会有一个拉力 拉它 所以这个十 第十个螺栓到这个翻转中心 有一个尺寸 有一个尺寸是L 那么这个力乘上这个距离 就是它产生的一个抵抗力矩 抵抗这个M 但是实际它没翻转 它有一个趋势 但是实际它没翻转 那就是靠这个力来平衡 然后列出这样一个式子 每一个螺栓会产生一个翻转力 这个抵抗力矩 然后这些抵抗力矩呢 和外力矩去平衡 我们可能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 也是这样 就是各个力的大小 我们都不知道 而且呢 这个里边呢 这又是一个多元一次方程 这个也是无解的 没有解 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个假设 也有个假设 就是螺栓是弹性变形 是吧 螺栓是弹性变形 螺栓是弹性变形的话呢 它就有这样一个关系了 力除以这个距离 这个比值都是相等的 这就有无数个等式 是吧 这有无数个等式 那么这两个式子一连力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是吧 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就可以求出F1和F10 它所受的拉力最大 那么 由 把它一整理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是吧 就是求出来它的这个受力的大小 这个就是它所说的外力 我们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 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求 要求呢 就是这个连接呢 在工作之前它已经受到预紧力了 F 这个预紧力呢 会对这个底板呢 产生一个压力 工作之前产生一个压力 这些压力呢 都是相等的 因为每个预紧力都相等 是吧 但是工作之后 这边呢 要往起撬 这边呢 要往下压 是吧 有个翻转的趋势 受到外力M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要求 要求呢 这一侧不要出现尖细 这一侧呢 压力变大之后 不要把底板压坏 不要把底板压坏 因为这个支柱呢 强度可能高 有些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底板比较弱 底板比较弱 所以有可能的底板会被压坏 所以我们要求这边不要出现尖细 这边不要出现这个压坏 这样的话呢 根据这个要求 来设计这个预紧力 来设计这个预紧力 所以呢 根据这样的要求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式子来 就是结合面的右端应满轴 那么从这个力 从这个应力分析可以看出来 这一段呢 是由预紧力产生的 产生的这个压盈力 那这一段呢 是由于翻转力矩产生的压盈力 是吧 那么这两个加在一起 要小于许用盈力 小于许用盈力 是吧 小于许用盈力 这是预紧力产生的压盈力 这是翻转力矩产生的盈力 它俩加在一起小于许用盈力 那这个虚用盈力呢 也可能是 如果这个底座弱 如果是它底座弱 那就是它的虚用盈力 如果是底板弱的话 那就是底板的虚用盈力 是吧 这是右端 左端呢 应该满足呢 它 减去它 是吧 剩下这块 剩下这块呢 要大于0 如果小于0出间隙了 大于0 所以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那么通过这两个式子 都可以求出来它的预紧力 都可以求出它的预紧力了 那么求出预紧力之后呢 取大的 取大的来进行设计 是吧 这是这个 受翻转力矩 所以我们先总结一下 刚才讲的 对于连接件 螺旋主受的窄合 它可能是受轴向窄合 那么我们用普通螺旋连接 它的受力呢 是F 如果受横向窄合 可以用两种螺旋连接 一种是普通螺旋连接 一种是角质孔螺旋连接 我们求它的力呢 是 对于普通螺旋连接呢 是求它的预紧力 F 对于受横向窄合 如果是角质孔螺旋连接呢 求它的受的横向力 F 旋转力矩 如果螺旋主受旋转力矩 那么用普通螺旋连接的时候 求出F1 用角质孔螺旋连接的时候 求出Fs 受轻浮力矩的话 只能用普通螺旋连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求出 螺旋所收的外力F 和它的预紧力 F1 是吧 那么我们已知这些条件 就可以对螺旋进行强度计算了 咱们休息五分钟